下午2点 国际永连突作意外决定 恭喜全红禅这回真为国争光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 全红禅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说一下全红禅的最近收获的一个惊喜 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呢全红禅这次跟随我们的一个队伍出国征战的那么确实也受到很多人那个关注 那么从目前已经比赛结束的结果来看的话 全红禅的虽然说表现是相当完美 两条都几乎拿到了一个完美的成绩 但是很可惜因为队友的一个拖后腿导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炸鱼失误了 也导致中国队被拖了后腿拿到了第3名的一个成绩 对中国队来说这样的一个成绩呢肯定是不能够满意但是也没有办法 毕竟的这些年轻的主力有一些心态不稳定 面对一些国际性大赛的出现了一个起伏的话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现在那么中国队呢也即将启程回国那么是拿到这样的一个成绩呢可能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 总结呢 或许也会需要有一个重大的调整 当然其实从目前的整体的一个表现来看那么我们也知道了全红禅虽然说不能够带着整个队伍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全红禅呢其实也是收获了一连串的一个 赞许或者说一连串的一个认可 和点赞 那就在最近的下午两点钟我们也看到当时呢 当时全红禅在比完赛之后那么其实也是瞎了跳台准备了要返回酒店 结果呢那么在媒体采访去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 国际泳联这边也是突然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非常意外的决定 也就是国际泳联的主席呢其实早早就蹲在那里那么其实呢 临时做好的一个准备要去采访全红禅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全红禅的也是有些受宠弱惊的可能在之前呢确实是没有沟通好 所以呢其实对他来说也完全没有想到说 国际泳联这样的一个主席呢这么高的一个位置的人呢居然会来直接去采访全红禅 在这一次的一个采访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啊这个主席的话那么确实满眼了 都是对于全红禅那个喜欢 并且他也是大力去赞扬全红禅呢 他为这个国际泳联做出了一个重大贡献 也让这个跳水的项目呢让更多人去了解知道这个项目 所以其实从他这番言论来看的话也确实呢真的是非常认可全红禅那个实力 也觉得呢全红禅呢他作为一个流量作为一个 大红大紫的一个体育明星呢 其实给整个跳水的项目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推广贡献 所以其实啊我们也看到了除了全红禅之外的话其他的一个冗园的运动员呢 其他的一些参赛队伍的一些运动员根本就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全红禅呢也是全场唯一一个运动员呢能够接受国际泳联这样的一个表扬和采访 所以从中啊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得出来我觉得全红禅呢他所取得的一个成绩呢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人呢已经低估了 实际上他不仅仅是对我们中国跳水队的一个贡献很大 可能对整个世界的一个跳水的一个项目来说呢都会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广和科普作用 所以在这里那么我们也真的要恭喜啊全红禅那么他这一次真的是光重要主也真的是为国争光了 能够得到整个国际的认可呢其实恰恰能够证明我们整体中国运动员那个水平呢已经是变得越来越强大 那相信我们将来呢还能够让我们的一个好成绩呢得到更多一些外国观众的认可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全红禅能够再接再厉啊 即便是接受别人的一个高度认可呢也一定要认清现实也一定要知道那么其实呢只有成绩越来越好呢才能够得到别人的继续的一个尊重和喜欢 我们也期待全红禅能够在国家对这边集续呢继续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继续去将来取得更好的成绩 这样一来呢才能够那么 保持他的一个巅峰的位置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